女友用小号在某呼提问 肚子里来过小天使 婚检能查出来吗 我傻了 我们每次都会做安全措施 绝对没中过招 证文开始 问题是几天前提的 事后马上吃了药 可还是有了 不过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立刻做了要留 到现在差不多小半年了 这种情况 婚检能查出来吗 下面已经有了上百条回答 调侃的 讽刺的 辱骂的 也有人认真答题 婚检是为了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是否存在遗传病史 你说的这个 一般是不会查的 女友只给这条回答留了言 那我就放心了 我如遭雷击 我跟女友在一起四五年 双方家长都催促着早点结婚 于是上周我就提出 两个人先去做个婚检 女友有些迟疑 这个也不是一定要做吧 当时我并未发觉她的意样 婚检是免费的 而且按照规定 做了婚检以后 婚假就能多几天 你不是 想出国度蜜月吗 咱们时间充足一点 玩得也尽兴吗 卫生间里传来水声 此刻女友正在里头洗澡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 背着我做这些事的 我死死盯着手机 注意到了刚刚被我遗漏的信息 小半年 想起来了 女友在本地一所艺术院校读研 半年前 他们学校安排了研学项目 她去外地待了一个多月 所以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吗 我咬着牙 怒火一下就上来了 恰好此刻卫生间的门打开 我赶紧把手机画面切换 女友穿着薄薄的睡衣出来 撒娇让我抱她 脑子里面不由自主浮现出 她在别的男人身下的样子 他们甚至没有带 胃里一阵翻涌 我差点吐了 我生生忍住质问她的冲动 假装咳嗽了几声 宝宝 我今天好像有点感冒 别给你传染了 女友不宜有她 自己上床背对着我睡了 我收起了笑容 那天晚上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 我趁女友化妆的时候 偷偷把她的平板 从她包里拿了出来 她走的时候没注意 拎起包就出了门 女友的微信在平板里同步登录 我在她微信列表翻了好几遍 是个男的就点进去看一看 但是聊天记录都很正常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直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女友微信来了条新消息 烟烟 午饭吃了吧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易老师 现在吗 对 现在 马上 直到这里 我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是下一秒 两个人的对话 让我浑身血液都冲到了头顶 昨天中午 不是才去过您办公室吗 你每天打扮得那么漂亮 在我面前晃 让我怎么办 别怕 我算过 你这几天都是安全期 好吧 我马上来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友 跟她的导师 一个大了她三十岁的 老男啊 卧槽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从头开始翻看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女友没有把聊天记录删干净 你男朋友今天不会又突然打电话来吧 不会的 我今天跟他说了晚点回去 易老师 我那个这个月还没来 我有点担心 没事 先买个试纸测测 真有了 我给你安排 咱们去外地的医院 女友跟他导师是这么说我的 对我不错 也挺舍得丢花钱的 但是我长得这么漂亮 他舔我那也是应该的 在一起太久了 没激情了 而那个老男人说起我的时候 语气很轻蔑 一个毛头小子 除了能给你寡淡无畏的婚姻 一地鸡毛的生活 还能给你什么 他懂艺术吗 他懂女人吗 他懂你吗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我可舍不得 让你给一个屌丝做饭生孩子 最后变成一个俗不可耐的黄脸婆 嘻嘻 易老师 那你跟家里那个老女人离了呗 你敢离婚 我就分手 乖 别闹 我们就这样挺好的 看完后 我四肢冰凉 如坠冰枯 每句话每个字 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 打死我也想不到 相恋快五年的女友 竟然骗了我这么久 再想到某户上的那个帖子 我就气得发抖 神他妈来过小天使 没有导师叫易腾成 我见过两三次 五十多岁的人 单从外表看 身姿挺拔 清秀如雅 的确不是什么糟老头子 听说易腾成跟妻子很恩爱 他们还有两个女儿 我曾经看过他的个人履历 老毕灯的确有点东西 国内国外 获得过不少奖项 在行业内声望挺高 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学生爱戴 衣冠禽兽说的 就是他这种人吧 妈的 不揭穿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让他身败名恋 老子绝不善罢甘休 女友平时晚上七八点才回家 可今天早早就回来了 一回来 就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平板 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跟他一起找 最后在换鞋凳下面 找到了平板 女友一把 从我手里抽走 在家就好 我还以为丢外头了呢 然后他就带着平板进了卧室 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这么着急回来 不就是想赶紧删掉 他跟那个老毕灯的聊天记录吗 从卧室出来后 女友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放松许多 晚上一腾成居然给女友来了个电话 女友当着我的面 大大方方接通 易老师 我在家呢 怎么了 没事 我不累 好的 那明天早晨到了学校 我就去您办公室找您 女友挂了电话 很自然地跟我说 今天帮导师整理资料 忙了一下午 他还让我明天继续帮他整理呢 哎 硕士生就是得导师干活的命 紧接着 女友开始使唤我 老公 我当着老师的面不好说 其实我胳膊酸腿疼膝盖疼 你快来帮我揉揉 我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 为什么疼 怎么有脸使唤我的 我揉你大爷 我借口要拉屎 躲进了卫生间 如果是以前 我会对女友的话身心不疑 可现在我明白了 这两人是当着我的面 故意找刺激完呢 好好好 爱完事吧 老子跟你们奉陪到底 我雇了个人 跟了一腾成一段时间 结果让我发现了 这老毕灯 还有一个秘密 连女友都不知道的秘密 一腾成在外头 居然还养了一个情妇 他给情妇在一个高档小区 租了个三十 一有时间就开车 去情妇家里私会 而那个情妇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背着老毕灯 跟小区健身房私教关系暧昧 好家伙 这复杂的多角关系 让我一愣一愣的 以老毕灯为起点出发 特么地串起了多少人 想到女友 想到我也是 其中一条线上的大渊种 我脸色难看起来 心里对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 恨意更上一层楼 我把各种证据都收集起来 又费了点劲 把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拿到 没几天 女友特别开心地跟我说 她要去外地参加一个 大师的美术展览 我说 那我陪你去 女友立刻说不要 跟我解释说 这是学校安排的活动 到时候 还会有其他同学 我跟着一起不方便 我心里冷笑 狗屁其他同学 不就是跟一腾成那个老灯一起吗 她以为我不知道她行李箱里 还装了几件情趣内衣呢 他们出发的前一天 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 给一腾成老婆发了几条短信 老女人 你懂腾成吗 你只会让她感到窒息 她只有在我这里 才有真正的快乐 你应该感谢我 是我让她的生活变得精彩 你过生日她送你的礼物 都是我不要的哦 原配大姐 对不起了 但是我也是帮你认清你老公的真面目 否则哪天被传染得病了 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 拖着行李箱信冲冲出门的女友 两个小时候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脸很臭 我假装惊讶地问她 怎么又回来了 她没好气 别提了 反正不去了 说吧她就回卧室躺着了 我偷了 看来我昨晚的计策很成功嘛 那些挑拨离间的短信 足以让一腾成家里鸡飞狗跳了 一腾成老丈人不是一般人 当初她能进高校 也是多亏了老丈人的人脉 所以我猜测 这老毕灯 这么多年 被老婆和他娘家人一直压着 积攒了不少窝囊气 现在功成名就之后 就要各种犯件 来给自己狠狠补偿 奉劝各位白富美们 结婚就找门当户对的 千万别轻易扶贫 容易扶出个白眼狼 我这么一搅和 女友跟老毕灯安分手挤了一段时间 每天回家时间都变早了 我有一次偷看到女友对着老毕灯发疯 老师 你干嘛要怕她 她难道不知道 自己又老 又丑又无趣吗 怎么好意思管着你的 我真想当面问问她 是原配就了不起啊 何退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小四还是小五 就对着人家正式叫嚣 轮得到你吗 周六早上七点半 女友爸妈的电话来了 让我快点去车站接人 自从我买了房 女友爸妈 哥哥嫂子加上她侄子 隔三差五就要来市里玩 晚上自然是住我这里了 不仅如此 我还得兼职司机 导游 带孩子保姆 承担他们一大家子的开销 过去我看在女友的面子上 每次都忍了 现在我只想说 去你大爷的 但是 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 到车站后 一大家子熟练上了我的车 他爸忽然道 小达 每次都得你 开车来接我们 实在太麻烦你了 我挑眉 真新鲜 还是第一次听到 女友他爸跟我客套上了 他爸继续道 天狱也准备买一辆车 以后我们来市里 自己开车就行了 他说的是女友他哥 女友他哥没上过大学 又好吃懒做 娶了媳妇生了娃 还得靠父母补贴 现在竟然有钱买车 不过他们爱买啥买啥 哥以前我可能还会多问几句 现在关我屁事 那挺好啊 女友他哥接话 车子已经看好了 定金我都付了 小米Max创始版 其实我本来只是无意中点了玩玩 可没想到定金不给退 真特么黑啊 不过我后来一想 买了也不是不行 有车出门就方便多了 哦 原来是装逼翻车了 女友他妈开口 现在我们手头还差点钱 小达 你就帮帮你哥呗 怪不得今天 对我态度不一样了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还差多少 25万吧 妈的 这车一共就29万 你说 你们差25万 我心里翻了几个白眼 嘴上却说 阿姨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借钱那都是小事 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全在股市里套着呢 他爸不死心 你这个理想 现在至少还能卖个 三十七八万吧 你把这车一卖 不就有现钱了 然后你再换个便宜的轿车 也能开 把我的车卖了 支持你儿子买车 这艘主意 他是真好意思提 我一个大写的福 叔叔 你让我考虑考虑 女友还不高兴了 与其中带上了几分埋怨 咱俩都要结婚了 我哥 找你帮忙 你就帮一下怎么了 我又差点忍不住骂他 住着我的房 花着我的钱 绿了我这么久 现在竟然还有脸来逼我 给他那个 猴年马月都还不起钱的 哥哥买车 他柳如烟难道是相赚了 女友他妈阴阳怪气的 小达 说起结婚 咱们两家是不是该找个日子 商量下彩礼啊 三斤啊这些事了 我先跟你透个底 我们那里周围 娶媳妇嫁女儿的 彩礼没有低于十五万的 我女儿长得好看 学历高 这些我就不说了 他从小学艺术 学艺术你知道吧 那个投入不少钱呢 你听听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买断了 前二十年 他家给花的钱 都对我来承担 幸好 现在老子已经不准备 跟柳如烟结婚了 不然岂不是得气个半死 我微微一笑 阿姨 您放心 我跟烟烟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结婚的方方面面 肯定不让你们失望 我早就跟我爸妈商量过了 彩礼五十万 再给烟烟买套学区房 后拍一阵抽气声 副驾驶的女友猛的抬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女友他爸话 都说不利索了 多 我接着道 我爸妈喜欢烟烟 说烟烟这样 纯洁又乖巧的女孩子 现在真不多了 让我好好珍惜 我要娶烟 就得拿出诚意 女友他妈一阵尖锐爆名 跟开水胡成精了一样 我继续给这家人画饼 天宇哥 买车也不用担心 我有份定期理才月底到期 到时候举出来帮天宇哥 我不要利息 也不用着急还 女友全家大喜 一时间 车里 欢声笑语不断 几个人快把我夸上了天 小达 我就知道 你是个懂事靠谱的好孩子 把烟烟交给你 我们就放心了 妹夫 还是你有本事 以后哥 还有什么事就靠你了 女友看我的眼神 瞬间柔情似水 女友他妈 已经迫不及待 给亲戚们发微信炫耀了 我跟着他们笑 美梦做得越大 破碎的时候 才越让人刻骨铭心呀 到家后 我说 昨晚没睡好 还是困 女友一家子一反常态 立刻跟我说 没睡好就去休息 他们自己 出去打车完就行了 周天晚上 锅躁的一家子终于走了 女友洗了澡出来 穿着本来要穿给一腾成的内衣 异常热情地往我怀里钻 老公 咱们都好几天没有 啪 我忽然一巴掌就扇在他脸上 女友猝不及防 重重摔下床 他吃痛大叫 随即难以置信地扬起脸 要知道 自从我俩好上 我几乎连重话 都舍不得对他说 更别说动手了 女友无辜被打 又猛逼又生气 我在他发疯之前率先发飙 柳如烟 你他妈什么意思 背着我勾搭男人是不是 听到我的质问后 眼看就要发怒的他 眼神瞬间心虚了几秒 但他还是嘴硬 你说什么呢 什么勾搭男人 我把他手机微信打开 指着一个我随便找的异性账号 还说没有 没间请你俩大半夜的在这聊呢 女友定睛一看 发现不是老闭灯以后 先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底气足了 眼神也不心虚了 歇斯底里大喊起来 那是我师弟 你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我们说的哪句话有问题 他边喊边哭 打我 你居然就因为这个打我 我长这么大 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我表情烦躁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 你们就算撩骚你 也会把聊天记录删掉呀 女友便无可便 气到嘴唇都白了 然后不管不顾 对着我撕扯殴打 纪伯答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 我跟我师弟清清白白 要是我俩 有奸情我不得好死 还发上毒誓了 我一把推开发颠的他 赶紧先穿件衣服吧 你穿这一身像出去卖的 真丑 女友像被雷劈一样正住了 他疯了 气疯了 我抱着被子 去了另一个卧室 女友在外头又是大哭 又是大骂 似乎还摔了不少东西 后半夜不知道几点 门被重重一摔 女友走了 我翻了个身 继续睡我的觉 第二天一走 女友他妈的电话来了 他在电话里 小心翼翼地问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女儿哭着 说不跟我结婚了 我不耐烦地说 阿姨 没有哪个男人 能忍受这种事 不说了 我现在脑子很乱 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是的 你误会了 没等他说完 我就直接挂了电话 任凭那边再怎么打 我都没理会 女友被我如此冤枉 又重重打了一巴掌 现在绝对是委屈又愤怒 可他爸妈 现在怎么可能愿意 我俩分手 分手了 就相当于放弃了儿子的车 五十万彩礼 还有白送的一套房 他女儿就算是长得再漂亮 想找个这么大方的冤种 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女友一家子 开始每天轮番给我发消息 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 女友绝对不可能背叛我 他妈甚至赌咒发誓地说 如果女儿真的对不起我 那就让他们一家穷一辈子 这辈子赚不到钱 所以说 别随便乱发誓 免得最后被打脸 难堪不说 心里还添堵 女友离家出走了 先去学校跟他同学挤了两天 然后就出来住酒店了 一腾成腹的钱 这一下两个人可算是有机会了 女友本来就被我气得要死 现在还没人管了 可不得让老毕灯好好安慰安慰他吗 我找的人在酒店蹲了三天 终于等到了一腾成 一腾成穿得很低调 进了酒店大堂以后 他就直奔电梯 该说不说 这老灯虽然五十多了 气质还真不赖 视频里走路生风 侧面看还有点像郑少秋 怪不得女友劈腿劈得那么欢 我立刻开车赶过去 路上我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 发给一个人 哥们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半个小时后 一个到三角体型的肌肉男 出现在酒店 他站在女友房间门口 要服务员来开门 酒店服务员肯定不给开啊 他就按我教的办法 说里面的是他女朋友 闹自杀呢 如果他们再不给开门 出了事 酒店全责 服务员一听这话 哪还敢耽搁 赶紧乖乖给开了门 这下好了 女友跟一腾成正办事呢 突然哗啦啦进来一群人 两个人吓得火都快飞了 女友惊恐地大叫 立刻就往被子里躲 一腾成也慌了 你谁啊 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 肌肉男一手拿着手机录像 另一只手对着一腾成 就是几个大逼斗 我进来干什么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问我 你自己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不知道吗 一腾成一边手忙脚乱地找裤子 一边还要躲避肌肉男的巴掌攻击 像只丧家犬一样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嗯 我收回说他像郑少秋的话 别打了 哥们 别打了行不行 有话好好说 一腾成好不容易穿上裤衩 却被肌肉男一脚踹在了关键部位 谁他妈跟你是哥们 疼得他捂着裤裆直挺挺倒在床上 床上的女友 尖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先生 你先冷静一下 酒店工作人员试图劝驾 肌肉男非但不听 嗓门更大 这老头勾引我老婆 你们说他该不该打 劝驾的人一听 尴尬住了 哪个男的 看到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能冷静啊 女友一听这话 激动又生气地否认 不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不是他老婆 你们快点把他赶出去 肌肉男把手机镜头对准床上 我不是难道他是 他是你老公 还是你男朋友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一腾成脸色发白 刚刚站起来 又挨了一圈 老毕灯 你来说 这女的是你老婆吗 女友心疼的大喊 你再打人 我就报警了 一腾成下的一个机灵 不能报警 报警了 这事可就大了 极有可能最后得通知双方家属 那是一腾成打死也不愿意的 平时这老灯 不管走到哪里 人人都要尊敬地喊一声 一老师 风光无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 被人又打又骂的屈辱 他压抑着怒意 小兄弟 不管你是谁 我给你钱 好吧 我给你钱 你能不能先别路了 肌肉男拿手机的手 躲开一腾成 老头 老子不稀罕你的钱 想让我走 也不是不行 我要你对着手机说 你犯贱 这女的是小三 你俩在偷情 一腾成迟疑了 不愿意 行啊 我现在就去把门打开 让所有的人都来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 一腾成急了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他不情不愿地对着镜头 我犯贱 他是 小三 我们 在 偷情 床上的女友 已经羞愤欲死了 拿到视频以后 我给了 肌肉男一千块 这男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腾成 情妇的那个 暧昧对象 这家伙本来还喜滋滋地以为 自己找到了一个 白富美女朋友呢 我把一腾成的存在 告诉他以后 他气得要死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俩算是同病相怜 于是我跟他说好 一有机会 就让他抱走一顿 这老碧灯出气 而且还保证老碧灯不敢报警 女友跟老碧灯 在酒店丢尽了脸 两个人灰溜溜地各自回了家 算一算 我跟女友冷战快两个礼拜了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直接开车去了他家 女友知道我来 把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出来 还叫嚣着让我滚 说我俩彻底掰了 好笑 他如果真的这么想 不可能这么久 还不把放在我家的东西拿走 不就是等着我来道歉 给他台阶下吗 他爸妈见了我 小达 小达的叫 别提多亲切了 叔叔阿姨 我这次还是给燕燕道歉 然后接他回去的 他爸笑的嘴都合不拢 我就说嘛 你们好了这么久 有什么误会不能解开的 燕燕 快出来 燕燕 你不是一直想要LV的那个包吗 我给你买了 我买了个高仿A货 一掏出来 女友他妈就感慨 呀 不便宜吧 我笑 还好 几万块 只要是燕燕想要的 就不贵 女友从卧室里出来了 我趁机上去放低姿态 宝宝 原谅我吧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女友瞪着我 那你还怀疑我跟别人吗 绝对不会了 我宝宝这么爱我 怎么可能 做对不起我的事 这件事都是我不对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女友半退半就的 终于表示愿意 跟我回家了 回来好啊 不回来 我怎么找机会 给你跟老毕灯致命一击呢 他爸妈热情地留我吃饭 问我准备什么时候领证 婚礼什么时候办 我说 我家找人看了几个日子 今年五月就可以 等烟烟毕业典礼结束 我们就去给烟烟看房子 然后领证 女友他哥提醒我别忘了 借他钱 我说 放心吧 月底一定 月底一定让惊喜变成惊吓 半个月后 是女友学校的毕业座品展 女友一大早就起来化妆 整整两个小时候 他打扮得精致漂亮 穿着赤子买的小飞裙 意气风发地坐上我的车出发了 看来 那次的酒店桌间风波 给他带来的影响 已经彻底过去了 我把女友送到学校门口 碰到了他的几个师妹 哇 师姐今天好亮哦 师姐 这是你男朋友吗 你们看起来好般配 爷爷师姐 听说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真羡慕你啊 是一老师的得意门生 又有这么帅气多金的未婚夫 人生赢家 女友名嘴笑 白手道 没有了 你们别取笑我了 我目送女友进了学校 掏出手机 给一腾成老婆发短信 师母 我不想忍了 希望你能尽快跟一老师离婚 对面立刻给我打来的电话 我挂掉 我马上就毕业了 我不想再跟一老师偷偷摸摸 我们之间是真爱 凭什么见不得光 你不就仗着有个好爹吗 这么多年 连个儿子都没给一老师生出来 一老师一直有遗憾你知道吗 我年轻又好看 我可以给一老师生儿子 他给我发短信 你到底是谁 今天有毕业展 想知道我是哪个 你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发完短信后 我又给女友他妈打了个电话 喂阿姨 对 就在奄奄他们学校 我要跟他当众求婚的事 你们没提前说漏嘴吧 那就好 你们快来吧 女友他们学校美术馆场地很大 即将毕业的颜三学生 都站在自己的作品前忙碌着 我很快就定位了女友所在 他那个展位前 已经围了一些人 我掏出手机 给一腾成老婆发短信 黄脸婆 来了吗 永恒之约 就是我跟一老师一起构思的作品 象征着我们之间的爱情 我戴好帽子跟口罩 躲在角落看了一会儿 终于等到了一腾成的出现 一腾成正带着七八个领导模样的人 边走边介绍 他走到女友身边的时候停下来 这个就是我学生的作品 他呢 也是我们学校今年的优秀毕业生 有人搭枪 原来是一大师的高徒 那肯定错不了 女友挺挺玉立 面带微笑 眼神中闪过几分自得 一腾成吩咐他 柳如烟 给大家说说你的话 女友点点头 落落大方开始讲解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可是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爱呢 我认为是有的 所以我把我这幅作品命为 永恒之约 这是我手机响了 是女友他妈打的 来的正是时候 我接通电话往门口走 阿姨 我也刚到 就在一号门呢 你们快点来 女友爸妈 还有他哥他嫂子 都来了 我带着他们 站在稍微远一点的位置 这会儿不合适 有领导呢 等领导走了我就上去 女友他爸很高兴 今天这日子好啊 等你求婚结束了 然后咱们就找个饭店庆祝下 女友他搁搂着我肩膀 妹夫 要不先跟我去吃架小米呗 我选了橄榄绿 这颜色不错吧 绿 你可真会选 应景 我笑笑 没有接话 就在这时 女友那里忽然一阵骚动 只见女友身后的白色墙壁上 赫然出现了一大片投影 而投影的画面 是一对正在床上 不可描述的男女 突然受惊 转头看向镜头 正是女友和伊藤诚 被捉奸在床的那一幕 紧接着就是 女的尖叫着 往被子里躲 男的慌里慌张找裤子 身旁女友他嫂子喃喃道 怎么那么像奄奄啊 女友他割下了个机灵 先是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大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怎么可能是奄奄 女友爸妈已经呆了 再看不远处那些人 也全都愣住了 本来有些嘈杂的现场 变得死一般寂静 一腾成眼睛瞪得比牛还大 女友在台上 看到视频的第一眼 脸色就变了 越到后面 她越紧张 都快哭了 羞耻嘛 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开房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羞耻呢 我握紧口袋里的遥控器 把声音调得更大一些 你谁啊 进我们的房间干什么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问我 你自己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不知道吗 老毕灯 这女的是你老婆吗 她是 小三 我们 在 偷情 我做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叔叔 那是奄奄吗 女友他爸一张脸铁青 说不出话 他妈咽了下口水 连声音都有些发抖 不是 肯定不是 我女儿我肯定不会认错的 纪伯达 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现场一片哗然 吃到大瓜的师生们 震惊又激动 甚至还有 不少人拿起手机 对着投影开始录像 最关键的是 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 我的妈 这世界太颠了 导师跟学生 咱学校竟然会出这种事 可一老师那么正派的一个人 怎么会 这女的那么漂亮 涂啥啊 用身体换毕业呗 一腾成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强装镇定 特别肯定的说 这视频是伪造的 肯定是 哎 换脸 有人故意针对抹黑我跟学生 老毕灯 死到临头还搁这儿装呢 找到了 一个男生在对面的大柱上 发现了用胶带固定着的 微型投影仪 一腾成三步并坐两步 走过去一把扯掉 女友脸色苍白如纸 身子晃了晃 差点倒在地上 他身边的人及时扶住了他 女友哭了 他本来就长得好看 哭起来更是楚楚动人 立刻就有几个人帮他说话 我相信师姐 让我知道 是谁干这种事 污蔑师姐和一老师 我弄死他 造黄瑶的都该死 人家师姐是有男朋友的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谁啊 真是丧尽天良 女友额头浸出了一层汗 呼吸急促起来 扶着她的女生关切道 师姐 你怎么样 要不要去医务室 女友虚弱地点头 一个老师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好了好了 都散开 这件事涉及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清誉 私下都不要乱传 以免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学生们只能散开 一腾成一脸歉意 对着几位领导解释着什么 我跟女友一家子 站在人群外围 她爸妈不安地看向我 杰伯达 我面无表情 叔叔阿姨 今天求婚 我看还是算了 她妈一把抓住我胳膊 杰伯达 你别这样 我带你去找燕燕说清楚 说清楚就行了 还没等她拉着我过去 一个身材彪悍的卷发大婶 从我们身边快速经过 走到女友面前以后 二话不说 重重给了她一巴掌 女友穿着高跟鞋 骤然间失去了平衡 摔倒在地 她手里尚未关闭的麦克风 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本来都要离开的众人 都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纷纷回头 一腾成看到来人 表情是肉眼可见的恐慌 我心里大叫一声好 来得正是时候 不过 这女的是一腾成老婆吗 两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大 卷发大婶丝毫不顾及形象 抬脚跨坐在女友身上 死死压制住她 然后左右开弓 边打边骂 臭娘们 贱货 真以为没人敢收拾你是不是 女友猝不及防 结结实实挨了五六个巴掌 惨叫连连 女友爸妈见此情形 赶紧冲上去 把人拉开 暴怒地卷发大婶还要动手 被女友她割一把托住 你他妈谁啊 再动手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卷发大婶大骂 这贱货当小三不该打骂 你们还要维护她 还研究生吗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一点廉耻都不要 女友他妈护着女友 跟大婶对骂 什么小三 你在污蔑 怕我撕烂你的嘴 卷发大婶突然对着一腾成喊 姐夫 这么多年 我姐哪里对不起你了 啊 你就这么遭见她 姐夫 闹半天 原来这是一腾成小姨子 就在这时 一个高高瘦瘦 颇有气质的中年女人 走进人群里 卷发大婶有些愧色 姐 你让我别当众动手 可我看到这骚货 还有那个视频 实在是忍不住 一腾成惶恐地看着来人 老婆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这是学校 有事咱回家再说 原来这位才是老碧登原配 她老婆看上去 比她小姨子冷静多了 家 一腾成 你有把我们的家 当作过家吗 我给过你机会的 但你 始终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知道 你最不能让我原谅的是什么吗 你根本就不配 做两个女儿的爸爸 一腾成瞳孔一阵 她老婆又转头看向女友 女友此刻躲在她妈后面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头发凌乱 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装花了 衣服 也撕烂了 哪还有刚刚一丝一毫女神的气质 她不敢面对正式的审视 使劲往她妈身后藏 的确是年轻漂亮哈 就让她给你生儿子呗 一腾成这下彻底慌了 她拉住老婆的手 与其中带上了哀求 老婆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这根本就是 有人故意陷害我 求求你了 咱们回家 再说好不好 你跟我之间 没什么好说的了 她老婆一把甩开她的手 对卷发大神道 我们走 卷发大神走之前 对着女友又催了一口 剑婊子 我祝你这辈子嫁不出去 生不出孩子 女友她妈气得浑身哆嗦 可人家已经走了 一腾成一事道问题大了 当即不管不顾追了出去 女友她搁对着吃瓜群众呵斥 拍什么拍 都别拍了 女友她爸阴沉着脸 我们也走 走 想得美 老子还没出场呢 我走到女友面前 女友这才发现 我竟然也在现场 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 柳如烟 把我当傻子是不是 女友摇头 男男道 不 没有 不是 我举起某宝上九块九包 有买来的大钻剑 遇上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我她妈还差点跟你结婚 一个瓜还没消化 又一个大瓜出现 围观人群激动坏了 人越来越多 女友她妈小声求我 纪伯达 你别这样 你要相信奄奄啊 我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道 咱们两个 吹了 说吧 我也转身决绝地离开 任凭女友 一家子怎么叫 都没有回头 我开上车火速回家 把早就整理好的所有证据 聊天记录 跟女友的各种照片 匿名发在了A大校园论坛上 我要让一腾成这老逼灯 没有一丝一毫翻身的可能 我回家后没多久 女友一家子竟然跟来了 女友哭得几乎要晕死过去 她爸妈还在试图给我洗脑 她爸甚至责备我 别人不相信奄奄 你作为她男朋友 竟然也不相信她 你还算什么男人 卧槽 到现在还想扑老子 我不客气地 把人从我家里赶出去 一家子在我楼到鬼叫了半天 最后终于没办法走了 网络时代 任何负面事件都能迅速发酵起来 A大的教授 一某出轨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刘某 疑似存在学色交易 在网上报了 婚外情 师生不伦 酒店桌间 小三被当众暴打 任何一个都足以上热搜 有我那些铁证 这对狗男女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狡辩洗白 就直接被捶死了 网友们把两个人 骂得那叫一个男厅 什么业内大师 什么美女学霸 都是狗屎 事情闹得很大 A大暂停了一腾成的所有工作 前女友一家子也消停了几天 但我低估了她们不要脸的程度 某天大清早 前女友爸妈带着她又找上了门 我没让她们进门 她爸妈居然还想着替她求情 你跟烟烟谈了那么久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千万不能冲动啊 小达 你冷静下 你再想想好吗 这几天 我跟她爸已经狠狠教训过她了 你要实在不解气 她任凭你打骂 只要你出气了就行 但是你们不能就这么分开啊 我全程冷漠了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和一个劈腿老男人的女人结婚 我这里也不是垃圾站 什么垃圾货色都回收 我话说得很难听 前女友爸妈当即黑了脸 偏偏自己理亏 不敢对我发作 前女友无地自容 又大哭了起来 我把打包好的 她的东西扔出门外 正好你们来了 拿走吧 省得我找快递 老两口看我态度坚决 知道再也没希望了 在我家门口 突然就开始痛骂前女友 你个不知羞的玩意 好好的对象都折腾没了 家里这些年 为了你念书 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 你自己丢人不说 还连带着 我跟你爸你哥一起丢人 现在你哥的车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钱女友崩溃了 什么为我花钱 你们的钱 不都拿去给我哥 买房子娶媳妇了吗 那我去死刑了吧 我死了 你们满意了吧 你个没脸的东西 你还顶撞起我们来了 我听着门外的吵闹 笑出了声 一腾城那边 学校给他停止了一周后 他自己主动辞职了 丑事暴露 是个人也没脸继续待下去了 而他老婆那边 本就对一腾城心灰意冷 结果又得知 一腾城竟然在外头 还包养了一个女人 在那女人身上 花了不少钱 气得不但要求他净身出户 还要追回这些年 他花出去的夫妻共同财产 两口子打起了离婚官司 没过多久 我又听到一件事 让我乐了好久 我跟前女友婚事告吹 我当初承诺 给他家的所有好处都没了 前女友他哥咽不下这口气 居然找了几个混混 把一腾城给暴打了一顿 老毕灯鼻梁骨折 全身软组织挫伤 肋骨也断了一根 老毕灯肯定要追责 前女友一家 还得负责他的医药费 好好好 狗咬狗 真精彩啊 至此 前女友一家跟我再无瓜葛 很久以后 有个陌生号深夜来加我 我通过以后 那边悠悠道 有没有想起过 一位美丽善良 温柔知性的老朋友 我不假思索回复 这位老朋友肚子里 是不是还来过小天使 那边久久没有说话 再去看 对方把我删了 全问完